伊朗总统坑秦哈梅勒伊备战 嚷嚷半天不动手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恐怕要冷静观察评论 大家好 欢迎关注本期话题 自从哈马斯前政治局领导人 哈利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被一次身亡之后 伊朗方面一直嚷嚷着要为哈马斯复仇 并且将矛头对准意识力 结果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却丝毫不经伊朗动手的征兆 甚至近期被爆料 伊朗新任总统恳求最高领袖哈梅勒伊 被冥发动袭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据伊朗电视台发布的独家报道成功 有命名知情人士透露 新任伊朗总统 披着西西洋恨请哈梅勒伊 不要攻击伊斯利 认为这么做会对他的总统任期造成毁灭性影响 据了解 对于披着西西洋的严重警告 哈梅勒伊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 也就是不支持但也不反对披着西洋的担忧 很多人应该有印象 哈利亚之所以出现在德黑兰 是为了参加披着西西洋的总统就职典礼 根据报道 他此之情最后一次公开录命 就是与黑披着西西洋举行会晤 很显然 哈利亚在德黑兰被刺 这明显是在打伊朗的脸 现在到好 作为伊朗新总统的他 他居然不想树立以为严 反而劝说哈梅勒伊备战实在是让人想不通 我认为这件事将成为一块针对伊朗的致敬石 毕竟伊朗已经发誓要报复伊特利 外界也都在观察伊朗的反应 如果伊朗什么都不做 或者达不到外界的预期 如一会被外界看低一筹 而这种轻视将形成一临川的零锁反应 比如伊朗旗下这么多武装组织 怎么想 这些问题伊朗当权者不得不考虑 当然了伊朗会怎么报复 什么时刻报复 报复力度有多大 那是伊朗自己的事情 但从这件事上 在前期的积木当中我也讲过了 我们需要对伊朗进行一个综合评估 那就是伊朗师傅值得中国投入资源 将其拿入核心伙伴全程 现在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因为伊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表现 太过于拉垮 有网友直接说伊朗就是扶不起的二斗 与这种伙伴为伍 先必说能否帮助中国了 不托我们的后腿就算不托了 这加上一直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导人 帮美利的身体不好 而伊朗新任总统 披着西西洋的政治立场又有些轻微 万一 帮美利病逝 在披着西西洋的带领下 伊朗的对外政策 是否还会一切造就 答案谁也无法肯定 总而因之 我认为 对于后续伊朗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病故 我国需要提前评估以及回避风景 说以前道义万 尊重都是自己给的 如果伊朗这次不能用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尊义 估计社会就不会尊重伊朗 美国与以色列这些敌对国家 就会更加欺负他们 这样下去的话 将会形成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